这女人只要叼起烟 就会有十几个打火鸡杯微声来 女人却看都懒得看 眼神又撒又有几分失落 满是故事 男人们巴布地成为她嘴里的烟 为她浴火焚身 望着她恶懦摇曳的身姿 魂都要被勾去了 男主小黑自从见到她后 也成为其中一员 在课堂上 在入睡前 在小路上 在她家屋外 在每一个见不到马莲娜的地方 马莲娜都是她的魂牵梦营 朝思暮想 她骑着自行车 在大街小巷穿梭游荡 就是想多看看马莲娜 但她不敢和马莲娜说话 连仅有的马莲娜让她买烟 也是她可怜的幻想 她的父亲是孩子们的老师 德高望重 但她却被一些孩子和妇女议论 说她的丈夫在外卫国征战 她却在家里不守妇道和多人游然 这天小黑又骑车跟着她 竟然看到她进了一个陌生的房子 里面有男人的声音 难道她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 水星扬花吗 她脑中浮想连天 浮现出自己教育马莲娜的场景 让马莲娜表示下次不敢了 可当她认出屋内的男子是她老师 才明白这是马莲娜父亲的家 是自己错怪马莲娜了 之后多次的偷看 小黑清楚了 马莲娜不仅没有情人 还非常爱自己的丈夫 因为她总是抱着丈夫照片跳舞 她决定守护自己的女神 她听到有无聊妇人搅马莲娜舌根 就体贴地往她包里倒入穷江玉叶 她还和神达成约定 如果马莲娜能够一直平安 就每天都来供奉神医跟蜡烛 在这个伟大的神庇佑下 马莲娜很快就收到了她丈夫的死讯 镇上的人也很快得知 因为不用对她的军人丈夫再忌惮 更加轻视她了 直接对她当面侮辱 甚至拒绝买东西给她 小黑见此情况 直接砸碎了那商户的玻璃 可一块石头 砸不碎谣言的波涛汹涌 就连马莲娜的父亲 也收到污蔑她的信件 说她与多人有染 她父亲没有说话留下信就走了 同学们看到后哄堂大笑 只有小黑知道马莲娜 一直一个人生活 为丈夫洁身自好 所以她气愤地和同学打了一架 过了一段时间 小黑看见马莲娜 和一个中卫开始约会了 中卫出去 就撞上一个 想来骚扰马莲娜的牙医 因为牙医胡搅蛮缠 说自己是马莲娜未婚服 两人打了起来 牙医的妻子带着警察赶来 制止了这场闹剧 由于吃醋和嫉妒 她竟然要起诉马莲娜 勾引她丈夫 马莲娜此时已失去了 丈夫的依靠 加上此事闹得满城风雨 连父亲都拒绝再见她 她律师费都付不起 幸好有个好心律师 愿意免费为她辩护 在律师滔滔不绝的辩护下 马莲娜成功打赢了官司 可是律师要收的律师费 将把她推入无尽的深渊 男孩脸上扪着偷来的酷刹子 被父亲揍下 姐姐看见后居然还说 又让她被男女混合双打 母亲嫌恶地把罪证烧掉 父亲钉死门窗 想囚禁她这个恶魔 别看家里气氛欢乐 酷刹子的主人马莲娜 却大难临头 律师免费帮她打赢了官司 本来假惺惺地假装好意 事后竟然要她用身体偿还 小黑眼睁睁看着女神被辱 气得掉下了树摔伤了 还是带伤去砸烂了神像 因为神收了供奉 没有庇佑她的女神 而侵犯她女神的律师 竟然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真的娶马莲娜 但她是个妈宝男 她老妈觉得马莲娜名声很差 坚决不允许儿子与她交往 还被儿子痛打一顿 小黑看着恶人受罪开心笑了 可是马莲娜笑不出来了 因为她和牙医的事情妇如皆知 她彻底成为街头巷尾的笑柄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绝世美人 因为受人诋毁排挤 连工作都找不到 也没人愿意卖她东西 只能去黑市用美色换点剩菜 还没吃饱 德军的飞机轰炸接踵而至 包括小黑在内人们四散奔逃 人人自危 可被炸死的人 偏偏又是马莲娜仅剩的亲人 她的父亲 而在她父亲的葬礼说 平时诋毁侮辱马莲娜的那些人 却纷纷赶来 看着一个比一个肃穆 实际上却都是垂涎马莲娜的伪君子 葬礼之后马莉娜都处境 愈发艰难了 因为她彻底没有了收入来源 其他人又不让她工作 她甚至开始 因为一口吃的 就能和人深入交流 由于想在绝境中活下去 她失去了尊严 这深夜 小黑心疼地看着 已经没钱用电的马莲娜 伴着烛火 把自己的头发一点点削短 她已经无可选择 要么暴施荒野 要么沦落封尘 而她的选择 也将让各位观众看到 世界电影史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这个女人穿上丝袜半裙高跟 在街头倾踏连步 就足以征服嬉戏里所有男人 让他们胸腔发烫口水狂咽 也让其他女人急恨到舌根狂脚 而她坐下就会有大把男人 苍蝇看见肉侍的 蜂拥而至 可生存和尊严 马莲娜选择了前者 因为她及时选择后者 人们的嘴也会将之夺走 如果您看过她的故事 或许我结尾粗陋的解读分析 能给您全新的体会 看着女神喂一口食物出卖真结 男孩流下眼泪 不久敌国占领嬉戏里 马莲娜又不得不服侍德国兵 小黑远远看着女神 看着她与德国兵在一起说笑 光是想象她跟敌军在一块被玩弄 就让她急晕了 之后她陷入了持续的昏迷 家人们还以为她中邪了 老妈搞了个奇葩的屈膝仪式 老爸却懂得 儿子这是缺女人了 带着儿子 去往成长快乐批发市场 想让儿子成长成长去去活 而小黑打眼就看到了一个女人 竟然和马莲娜有几分相似 这可太对她胃口 那一晚 他们便知根知底了 小黑也恢复了正常 一段时间后 盟军军队夺回了西西里 士兵们被当作英雄 百姓家道欢迎 而服侍过敌国士兵的马莲娜 则终于被嫉妒她的妇女们 找到报复的借口 被拖出来凌辱殴打 一头绣发被撕扯剪碎 最后露出一块块带血头皮 衣服也扯得只剩零星的碎部 急风骤雨般的拳脚 让她一身鲜血淋淋 曾经这些人不给她选择活的权利 让她变成人后的笑柄 现在连人前最后的几块遮羞布 她都没有了 平时对她点头哈腰彬彬有礼 缠她身子表现勇敢的男人们 现在一个个都只敢躲在后面看戏 她被迫无法再保持优雅 大声地控诉众人的虚伪 就是她被默默欺辱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发生 之前只见人辱她 未见她说人 曾经她是如何的优雅迷人 却被时代雨歧视毁灭所有 这次事件 让她对这座小城彻底失望 她的丈夫父亲也都死去 她已经没有任何念想 乘坐火车就此离去 这一幕也被小黑看在眼里 不久之后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马连奈的老公 竟然回到西西里 原来她是断了一只胳膊 又因为意外耽误了归家 当她返回自己家 才发现自己家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成了流浪者的窝 而马连奈也不知所踪 而且众人的嘴里 她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自己走后 她从未有一天停止过背叛自己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小黑鼓起了勇气 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 上面写明了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真相 她告诉了马连奈丈夫 她从未背叛她 而是在众人的流言蜚语下 哭哭等着她到来 直到收到她的死讯 才被迫接受改变 丈夫也相信马连奈的为人 按照小黑血的目的地 找回了马连奈 与她挽着手 重新回到了西西里 此时的小镇似乎没什么变化 律师仍然是一个妈宝男 还在被母亲喂着冰淇淋 牙姨还在当着老婆面 苗别的女人 可此时的马连奈 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岁月和磨难 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 可能是她没了先前的耀眼光辉 也可能是因为 她有了丈夫庇护 先前欺辱她的妇人 对她都刻刻气气了 当她提着两包 沉甸甸的蔬菜 穿过人群 却没有人再注意她 往时好像西西里的 海风雨浪花 转眼都消失不见了 走到一半 她不小心被绊了下 橘子跌落一地 依然深爱着她的小黑 赶忙上去帮忙捡食 马连奈对她说了谢谢 而看着马连奈离去的背影 她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和马连奈说了话 好幸福 女士马连奈 我想小黑对马连奈的情感 肯定不能说是纯白无瑕 她的一系列偷窥行为 在女生视角也会让人不适 但她也是除了马连奈丈夫外 唯一真心地爱着马连奈的人 虽然她对马连奈 有多次亲热的幻想 但在马连奈给一口吃的 就能轻易对任何男人现身时 她却只是默默流泪悲叹 做她力所能及的守护 因为她对马连奈 已从单纯的身体冲动 变成了爱 而且如果没有她的跟踪暴行 马连奈可能就永远与丈夫分隔了 所以她是一名特殊的黑暗骑士 而马连奈比较特殊 她真正指代的或许是意大利本身 影片一开头就像我们介绍了 意大利向英法宣战的背景 也多次表现了战争对意大利的改变 跟意大利在战争前后的遭遇一样 马连奈服侍德国军官 而意大利在二战时也依附于德国 在遭受劫难时 她被妇女们当成战争元凶私去衣服 就好像对应着 二战时意大利虽然投降退出了轴心国 但仍然很长时间不被国际社会接纳 另外马连奈在片中自始至终究 没什么选择的权利 被各种男人摆布 让人联想到 意大利二战时的软弱和摇摆 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浪漫国家 在二战中却像个搞笑无助的孩子 最有意思的是 电影的一幅海报中 马连奈的身形轮廓 和意大利的国土形状也大致一样 甚至高跟鞋的位置 也对应一块领土 所以很可能导演是在借人玉国 抒发自己对故土的爱恋与探望